被告人 这是否是你的马甲 马甲啊 是我的马甲 根据法庭的要求 公诉人已从公安局取来了 另外一件重要证据的实物 在犯罪现场 警方还发现了几处明显的鞋印 经过比对 现场留下的鞋印 跟从被告人家中搜到的 皮鞋上的鞋底印完全一致 高度吻合 这就是那双皮鞋的实物 卷宗里面有鞋印的照片 爸爸 我回来了 回来了 饭给你留着呢 快吃吧 等等 我给你买了双鞋 啥 你买它干啥 快退来去 打折的 不给退 打折 多少钱 不贵 才五十 才五十 懒了 五十块钱对别人来说不算钱 对爸来说那是大钱 能买多少三九呢 当初不让你去打工 你偏要去 挣了钱就这样乱花 明年又高考了 不准打工了 在家好好复习 我肯定能考上的 别吹牛啊 那平日里学习好的 到考场的时候 掉链子的多着试了 那一本不行 我二本也肯定能考上 我给你保证 我打工绝对不影响学习 老王 不给退 试试呗 来 我给你看看 这鞋口好了 爸爸 你坐 你看 怎么样 是真皮的不 是真皮的 那我把娘没骗过呢 来 我给你穿上 我穿 我穿 被告人 这是你的皮鞋吗 是 是我的 下面 传唤一号证人 证人请坐 证人姓名 刘大川 年龄 五十六 现在在何地 从事何种职业 我是一个个体户 在本市三道街 二十七号卖串串香 也就是麻辣烫 证人 你是否自愿出庭作证 是自愿的 你是否可以保证 在庭上说的每一句证言 都是真实可靠的 能保证 都是眼见为实的吗 如果你在法庭上 做伪证 假证 或者故意藏匿罪证的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零五条的规定 你会被判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如果情节严重的话 你会被判处 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你听明白了没有 知道 知道 来的时候 你们的人都说清楚了 请证人签字 工作人可以开始询问了 好的 审判长 证人 你是在什么时间 见到被告人的 大概是八点过十几分吧 天都黑透了 他一般都那个时候过去 来 刘 不要 老三样啊 完成来了 走走走走 来呀 还挺快啊 呦 今儿喝好酒了 你狗眼看人低啊 老子就不信喝瓶好酒 告诉你 老子今天晚上有好事 专门买瓶好酒 祝祝孝 有啥好事 说来听听 你算老几呀 忙着去 呦 行行行 拿杯子 好好好 筷子 还喝呢 这酒喝了 这酒喝了个把小时了吧 怎么了 你上课了 你这说哪儿的话呀 你爱喝多酒喝多酒 回去也是一个人待着 没劲 连个电视也看不上 诶 你前年不是收了个电视机吗 那是给蓝蓝看的 蓝蓝蓝啊 明年高考 要复习 看电视影响的 我就把它卖了 也能省几个电费钱 我说你呀 你们家那儿 正在搞拆迁呢 你这赔偿金也拿了几十万了吧 还 还这么过呀 那钱不能够 一分钱都不能够 那钱是我留给蓝蓝上大学的 不能花 你每天少喝顿酒 这钱也就有了 少喝顿酒 不行 我现在啥都没有了 就剩这喝酒 你不还有蓝蓝吗 在将来蓝蓝爷在找婆家吧 你说你整天喝得醉醺醺呢 还有哪个后生愿意找一个 浑身酒气的老丈人 好 好 走了 别找不着回家的路啊 操你的心 等等 咋啦 钱都给过了 把这个拿上 这个 审判长 公诉人认为一号证人的证词是真实可信的 根据证人提供的情况 被告人应该是在九点十五分至九点半之间离开传传谈的 差不多 就那个时间 证人 事发当晚被告人喝了多少酒 四两以上半斤以下 他平常都能喝这么多吗 他就是个懒情误鬼 没事就好自那两口 天天都喝那么些 也没打醉过 他平时口袋里老是装个矿泉水瓶吧 别人以为是矿泉水 其实就是酒 那天他说有什么高兴的事 还特意买了瓶二锅头呢 被告人 被告人 证人 证人的证言是否属实 是 审判长 公诉人向证人询问完毕 证人 你可以暂时退庭了 被告人 你喝酒时所说的好事是指什么事 指的是我那天受的废品多 王鹏 你曾在公安机关供述 你买瓶好酒喝是为了提神 为了晚上对被害人实施报复攻击的 现在怎么又编出另外一套 你要知道 在法庭上前后矛盾出尔反尔 是会加重对你的量刑的 公诉人请你注意 在法庭上询问 不得使用胁迫性的语言 那好 我再问你 你买好酒喝是为了什么好事 是为了 是为了 报复区怀人的女儿 是为了弄区怀人的女儿 报复她 被告人 你从喝酒地点 大概要十五分钟左右 才能走到案发地点 从时间上算 正好与练完了钢琴 步行走到事发地点的 屈小燕的时间相吻合 这时间是你原先计算好的吗 是计算好的 有人怀疑 说你用捡来的书棍筒杀被害人 可是书棍上 为什么没有你的痕迹 你是用哪只手握住书棍的 有手 直接握的还是怎么握的 我 我 我不是直接握的 我害怕 握不握那个书棍 我 我 我把马甲 就缠到 那个书棍的那一套 然后我用 右手 再握住书棍 然后去捅那个曲小燕 沈盘长 监狱王鹏被捕后 在警方的政策开导下 很快就承认了所犯的全部罪行 认罪态度特别好 而且表现出很强的悔恨情绪 今天在法庭上 也保持了先亲一贯的认罪态度 因此 请求何一婷在最后定罪量刑时 能够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好 辩护人 法庭将会对你的这一请求记录在案 给我 好吗 舒服吗 走两步 试试 我还没见过我爸穿皮鞋啥样呢 合适吗 大小 合适 摸不摸 不摸不摸 不摸 那就好 咱这买这鞋就赚了 谢谢我 不要客气 我们是一家人 等我以后赚钱了 你要啥我给你买什么 手起来 我眼穿 辩护人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要问 在这没有 我有 报告政府 我那天晚上 我没穿那双皮鞋 不是 背靠人 你是不是有新的事实要向法庭陈述 我不是陈述 我就是说话 我说话 是 说话 你说 我说 我那天晚上 好像不是穿的这双皮鞋 不是 背靠人 你能确定那天晚上你穿的是什么鞋吗 被告人 你再好好看看 看仔细了 这双皮鞋是不是你的 是我 看清楚了吗 就是我的 案发那晚 你是不是穿着这双皮鞋 记不清了 审判长 公诉人请说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在撒谎 他曾对警方亲口承认 案发那晚 他就是穿着这双皮鞋的 没有人 是不是这样 在法庭上一定要说实话 才能争取宽大厨 你的作案动机 作案时间 以及现场证据 都已经是铁证了 最高法院有指示 叫下面的法院要慎用死刑 如果你能够老老实实地认罪 法院就可以以坦白从宽 认罪态度较好为理由 对你从轻处理 是 是 是穿着这双皮鞋 审判长 被告人案发那晚喝过酒 有些细节可能记不太清楚了 但被告人的认罪态度 一直很好 这一点 各方诉讼参与者 都是有目共睹的 辩护人的发问三事到此 被告人 本庭依职权向你发起讯问 你要如实回答 在案发当晚 你确定你穿了这双皮鞋吗 被告人 请你回答本庭的问题 我记不清了 被告人 我记不清了 我记不清了 请直庭罚警 再次传唤一号证人入庭 证人请坐 证人 案发当晚 被告人在你那儿喝酒 你有没有看清楚 被告人他穿的是一双 什么样的鞋 那套真的没注意 不过他平时就撒他一双那个 破布鞋 平时是什么意思 你是指一贯如此 经常这样还是怎么样 不不不 我说的是热天 他冬天也就在最冷的那 两三个月 他才穿正八经的鞋 不过也是收废品收上的旧鞋 平时就穿个破布鞋 证人可以暂时离婷了 那我先在那儿说 我先给你转吧 我先拿把你卖的鞋 都放松我 可应该也有关的 展示面 多料吧 我先给你什 designed 我先拿把你卖的鞋 备告人 请回答本庭的问题 这双皮鞋你穿了多少次 被告人 回答问题 我 买回来当天晚上 我就在屋子里头 穿着走了几步 然后 就放到鞋盒子里了 被告人 刚才证人说 你一直穿的都是一双布鞋 可是侦察机关送来的所有的卷宗 都说了 你承认那天晚上你穿的是一双皮鞋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你在案发的当天 选择穿了那双皮鞋 我 这个 我 我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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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这双皮鞋 我是 我穿这双皮鞋 就是想 即使在 那个地方 找着脚印 留下脚印 所以 他们也不会想当是我 因为我平时都穿的是布鞋 被告人 本亭再次问你 你确定你那天穿的是那双皮鞋吗 是 被告人你是不是承认 你杀了被害人 我承认 我一直都承认 我 我是杀害 那个去脚要是凶手 我要认罪态度要好 我要争取宽大处理 被告人 本亭一直全向你进行发问 你在第一次攻击被害人的时候 你是从正面还是侧面还是背面 背面 背面 你是怎么攻击的 啥意思 也就是说 你到底是用手攻击的还是用脚攻击的 如果是用手 先出的哪只手 如果是用脚 先出的哪只脚 我是 用手 你是打晕了被害人 还是从后面抱住他的 从后面抱住 你是用单手还是双手 肯定是双手抱 单手抱不住 那你手上那瓶酒呢 啥酒呀 你当天晚上离开串串摊的时候 你手上还有半瓶酒 你不是说你手上一直都拎着那瓶酒的吗 我扔 扔了吧 你手 你扔了 那你扔哪儿了 你是扔到了左边还是右边 也就是说你是扔到了人行道的内侧还是外侧 这个 你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捡起了那个酒瓶回家的 记 记不清了 记不清了 你离开烧烤摊的时候 你那马甲在哪儿呢 马甲在 在 在我肩上 在肩上 在哪个肩膀上 我就这么一甩就甩到我这个左肩上 是吗 左肩上 是吗 是 那你装图有没有穿在身上呢 没有 那也就是说你在攻击被害人的时候 你左肩上一直都搭着那件马甲 是吗 记不清我 好 如果说那个马甲它不在的话 是什么时候丢的呢 记不清了 记不清了 被告人 请你仔细回忆一下 你将被害人拖到犯罪现场的时候 他是面朝下 还是面朝上 我记不清了 他当时的眼睛是睁着的还是闭着的 记不清了 那你扒他衣服的时候他有没有反抗 他是用手反抗呢 还是脚反抗 我也记不清了 你当时是蹲在他身边扒的他的衣服 还是压在他的身上扒的他的衣服 记不清 你确定你扒了他的衣服是吧 是 是 你是用手扒的吗 是 是 但是为什么被害人的裤子上 一个指纹都没有提取到 特别是他内衣的材质 在这个大夏天手绒一出汗 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些残留的污渍留在上面 还有他的外衣 连一些微量的指纹都没有提取到 你怎么说 哎呀 我 你刚刚不是说 你是双手 从后面抱住了被害人 用了很大的劲儿给他拖到的犯罪现场啊 那为什么没有你的指纹呢 被告人请回答本庭的问题 我真的记不清 记不清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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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记不清 我记不清 我没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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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女儿还小 我女儿才十二岁 我死了 他怎么样 我没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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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鹏不要哭闹 在法庭上你可以说 但不能哭闹 不然会被记录在案 量刑时做参考的 被告人王鹏 你是要推翻你的供述吗 我不是 我不是他 我没杀人 我就是没杀人 你知道当庭翻供的后果吗 我不管杀公公 我就是没杀人啊 被告人王鹏 你有当庭翻供的权利 但以后如果调查发现 你是无端翻供 你将会负更大的法律责任 要杀要挂就随便 我不想过来 被告人 公诉人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确实要翻供吗 我不知道 我没杀人 我以前说的是假的 我以前说的都是假的 我没杀人 班长 被告人突然翻供 公诉人请求法庭 暂时休停 延期审理 同意 由于被告人情绪失控 再加上对之前的供述 全盘推翻 所以暂时休停 择日再审 这剧情啊 简直就跟看美剧一样 成功地吸引了我好奇心 慢慢说 牛老亲 做错啊 谢谢 亲 我表情怎么样 喂 怎么跟小孩一样 还需要表扬啊 当然需要表扬啊 这可是我人生主审的第一个大案 而且刚刚还打出了隐藏剧情 您看到了没有 其实我刚做完审判戏 我特别特别紧张 你紧张什么 连歹徒的刀枪都不怕 什么案子还紧张 我很紧张 齐悦 快表扬我 刚刚牛老都已经表扬过了 还行 还行啊 吝啥 很不错 谢谢齐悦 齐悦 您的表扬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哎呦 你这跟领导套近乎这劲儿 怎么现在跟刘岳阳似的 这怎么能是套近乎呢 我是很真诚的 来 徐志伟长 晓鸥 情况怎么样 反正突然停审了 停审了 怎么停审了 那畜生突然翻宫了 翻 翻宫就不审了 他可是铁证庐山最早难逃啊 翻宫就不审了 还有没有王法呀 没说不审 就只是说延期在审罢了 别动气在审罢了 行 你封管刑事审判厅 你说说 冬图为什么休庭 是这样啊 这个被告呢 在庭上突然间翻过 情绪呢 比较激动 场面呢 一时呢 有一些难控制 所以呢 就宣布休庭 择日在审 那这之前 问的情况怎么样 前面问的情况是这样的 小马 你是这个案子的审判长 你跟杨远汇报一下 走吧 杨远是这样的 经过当庭审理 我觉得咱们这个案子 并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证据链条 它其中存在着很多事实不清 已经证据不足的情况 首先 这个案子它严重地缺乏人证 唯一符合人证标准的 也就是串串箱的老板 可是呢 那个老板他就只能证明 被告人确实去过他们家店 以及说离开的时间 到底是几点 但是 这跟被告人 他具体作案 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所以呢 这个案子现在 唯一可以采信的 就只有 模拟试验 以及痕迹物证 关于模拟试验呢 的确可以证明 被告人 他在作案的时候 用了非常大的力气 的确存在着 杀人的动机 关于物证呢 一共有三个 一个是 被告人的马甲 第二个呢 就是 他的胸器 也就是那个树枝 第三个 就是那双皮鞋了 以及那个皮鞋 鞋印的影印件 还有就是 可以知道被告人 当时的时间节点 他确实在那个时间 经过那里 这个 听线调查 你们做了吗 做了 但是 不是非常地严谨 因为我们当时 和一婷都认为说 这个案子 有证据 有口供 有作案动机 有作案时间 再加上 被告人 他一直都是一个 扰乱社会治安的 不法分子 所以 就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听前调查 一定要做戏做头 如果听前调查 下功夫了 能会是这样 你们知不知道 有多少人 天天在关注这个案子 特别是那些 工作在一线的 广大基层干 是 院长 这个事儿啊 没有监督好 主要是我的责任 行了行了 你就别老服毒子了 过去的咱不说了 接下来 你们当时怎么办 嗯 我们会要求公诉方补充证据 如果找不到新的证据呢 那就只能按一罪论 继续查 也许还能查到新的证据 老牛说得对 好好走 好 我问公安局的同志了 他们讲 就凭现在的证据 就是零口 也可以定罪量刑 当然了 证据越充分越好 接下来 就照你们想着去做 如果上面再问下来 我会先替你们解释的 谢谢洋人 罗总 坐 你刚才发微信跟我说 陈述那儿跟你说 又出什么事了 是不是彩阴山庄清算上面 又发生了什么 法律上的问题啊 不是 是九一六杀人案 陈述说今天开庭 被告人突然间当庭翻供 法院只好宣布延期审判 我在想啊 如果每一个犯罪分子 都在法庭上不甘愿服法 林阵 就要翻供的话 那这个案子 得判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陈述还跟你说的些什么 他还说 法院暂时休停 除了被告人当庭翻供外 公诉方提供的几条证据 也欠缺说服力 无法构成完整的证据链 缺乏证据链 好啊 那这个案子 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填补进去的话 你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 接下来会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根据现有的证据 价义推论 判被告人有罪也是说得通的 第二种呢 就是一罪从无 判被告人无罪 所以照你这么说 怎么判呢 这生与死 权力都在法官的手里呢 可以这么说 陈叔说现在司法改革了 法官都终身责任制了 所以他们有权谁的话也不听 依照法律去判就是了 我还听说啊 最近广大的基层干部 对这件事情啊 反应非常强 还有吴书记 也非常关心这件事情 吴书记这一天到晚忙的都是大事 还有时间关心这小案子 这就是你不懂啊 你想啊 这个案子关系到 这么多基层干部的情绪问题 如果判他无罪的话 这些基层干部不会去怪法院 他会怪到老吴头上 怪老吴不关心他们的情绪 懂吗 那就让法院判得再重一点 可是这法院里的齐横 可是都绝律啊 你可别忘了 他那死脾气 你还记得 上次那愚蠢杀人案的事情吗 要不是审判委员会 举手表决的话 郑多早就被那齐横判死刑了 不过挺好 关键证据的缺失 看来有好戏看了 就让那绝驴继续缺下去 跟所有的干部作对 到时候 把老吴也给惹毛了 这样听起来也对啊 对 警方的推论合乎情理啊 但我做了下调研 问了许多同志 他们说齐横同志 并不这么认为 换律师 你 确解吗 好 谢谢张院长啊 非常感谢啊 最近我一直在寻思着 这律师的事情 可没想到齐横也动了这个念头 好啊 郑重下怀 哎 既然这样 干脆就让 陈叔去当这个辩护人 好 进来 坐坐坐 哎呀 我在中院的官网上啊 看到公告了 大概再过十多天 九一六案件啊 会重新改定 那您有什么交代呢 被告人换了一个新的律师 我琢磨着 他是要给被告人做无罪辩护 什么 无罪辩护 我想这位新的律师啊 这几天肯定要来找你 重新落实一下案情 那我怎么说呀 什么怎么说呀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呀 浩京啊 现在是信息时代 十字门六大点的事 都会在网络上疯传 九一六案件啊 又备受大家关注 咱们犯不起这个错误呀 邻居 你说的我都明白 我们手上是有证据的呀 不能被告人一喊冤 我们又自个儿怀疑自个儿吧 还有 你之前让我查的那个卷宗 我又仔细查了一遍 没有什么问题呀 而且全是按流程来的 没有不合规矩啊 有些时候啊 咱们公馆也不是上帝 也很无奈啊 回来了 今天什么事啊 这么开心啊 我快工工业开业 请我去捧场 他今天都请我两次了 我再不去 事不过三呢 再说 我在市里 算什么 谁 是啊 你算老几呀 醒醒酒 你猜 我遇到谁了 谁啊 林老师 林姐也去了 她跟罗克宫真是亲戚 那这么说 林姐在现场给她剪彩吧 人家谨慎得很啊 到了现场表示一下祝贺 饭都没吃就走了 但是所有的人都看得出来 她跟罗怀公很亲切 这就够了啊 那以后这个罗怀公 再请你帮什么小事小情呢 我跟你讲啊 不能推三祖私了 怎么了 我还不比你懂啊 快 吃吃橙子 先买一个 来 选一趟啊 平常都说呀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这时候底下干部的口碑 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你想跟我说什么 你别嫌我烦啊 这个小罗啊 专门跟我说了 让我好好叮嘱你 这个关键的时刻呢 千万不能发生什么 集体上方集体请愿的事件 如果发生了 不管规模大小 那都是要命的 您是梁教授吧 对对对 您是陈小姐是吧 对对对 您快请坐 好好好 你好 你好 谢谢 您可能不认识我 我是曲小燕的表姐 表姐 真没想到 我这个小表妹 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好 小燕是我带过最好的学生 她的学习成绩在办理数一数二 又是学生会干部 多才多艺 没想到 小燕最敬重的就是您 她说您为她付出的心血 也是最多的 都说哪儿有泪不轻弹 我瞒你说吧 直到小燕出事后 我躺在床上 是流了一整夜的泪 别说是你们师生之间的情谊了 就是一般的外人 听到这样的残剧 都会忍不住流泪的 好 不好意思啊 梁教授 对了 梁教授 您的生日 是这个月八号吧 你怎么知道 小燕跟我讲的 没想到 她还记得我的生日 梁教授 这是小燕 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她本想在生日那天 亲手给你的 只可惜 可惜没有这个机会了 不不不 这个东西我不能收 我不能收 这可是小燕最后的心愿 你要是不收下 她在地下怎么能安心呢 她行 我收下 看了她 我就会想起小燕 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带过最好的学生 进来 屠事件 曾经有人答了 好 来 坐 属 吴书记 我怀疑 这齐恒会不会 依证据不足 判被告人无罪 所以咱们市委 是不是应该有个 防范的意识啊 有什么建议吗 中文字幕——YK